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,直至又过去了半年,孟昊闭关已足足一年半,这一日深夜,它体内丹海再一次凝聚后,那如零食般的菱形出现了整整一百块。 第二,轰的一声,这一百块菱形之物猛然间融合在了一起,渐渐地出现了一个晶莹剔透的倒台,主机倒台。 随着此倒台的出现,孟昊的呼吸渐渐消失,他的双眼渐渐暗淡,他的心脏跳动也缓慢,到了最后几乎要静止,他体内的血液也都不再流转,仿佛整个人成为了假死状态,一切都寂静下来。 孟昊知道,这将是成为住机前的第二个过程,名为养息。 他默默地盘膝坐在那里,脑海始终回荡太灵精宁气卷,如沉浸在了一种奇异的状态中,他的血肉看似没有什么变化,可实际上已与宁气开始出现了不同。 如被改变,变化得更适合灵力的吸收。 他的经脉不断地扩张,其内没有灵力运转,可经脉却是每天都在不同。 更为坚韧,更为坚韧,更为流畅,他的骨头也与之前不同,甚至某些区域已出现了点点经营,如同一场区别于凡尘的蜕变。 这种变化将孟浩的身体里里外外全部翻天覆地,他的头发长了不少,甚至身高也都增长了一些。 他的体内,此刻已没有了丹海,而是存在了一座金色的倒台。 这是一个圆形的平台,机上没有金光,而是暗淡无比,如同枯寂,但却隐隐存在了某种奇异,漂浮在原本丹海的地方。 若仔细去看,可以看到,在这倒台的中心存在了孟浩的腰单。 这腰单在内静止,与倒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 心跳不在,血液不流,经脉不动,气息消失。 孟浩整个人如枯萎般盘膝坐在那里。 他体内的倒台也是如此,仿佛整个人连气息也都收敛到了极致,如要失去。 这一座又是半年。 他这一次冲击住击,已整整两年时间。 这样的时间,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 因一般修饰住击,最多也就是半年。 快的数月就可,故而吸收灵气并非很多,远远不会如孟浩般。 吸收如此磅礴的灵气,耗费如此之久。 直至这半年后的一天,孟浩体内的倒台微微一颤,开始了轻微的震动。 这是他身体内此刻第一个动弹的位置,随后便是心脏。 心脏的跳动,倒台的震动,引起了孟浩体内一系列的变化。 他的血液开始缓缓流动,他的经脉开始慢慢舒展,他的气息开始渐渐有了升级。 他整个人,如同从沉睡中慢慢苏醒。 很快,倒台的金光越来越明亮,震动越来越强烈。 他的心跳声甚至都传出了体外,回荡整个洞幅。 他的经脉完全地舒展开来,他的血液开始快速地流淌,每一次心脏的蓬发都会让血液弥漫全身。 他的气息更是磅礴,连带着双眼,似拥有了要睁开的力量。 这力量不但让着可以睁开双眼,更是从孟浩全身每一处位置都苏醒凝聚,渐渐营绕全身,渐渐使得一股仿佛强者的气息在孟浩的身上诞生。 就在这时,孟浩体内的倒台,在那金光万丈中轰鸣,一股磅礴的,难以形容的灵力,在这一刹那猛地扩散开来,直奔孟浩全身的筋脉,血肉骨头以及一切区域。 如同是枯木逢春,他的身体完全地苏醒,气息越来越强,大量的污垢随之密出,更有阵阵清香从孟浩体内扩散开来。 那香气弥漫间,孟浩的长发无风自动,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与半年前似有明显的不同。 随着此灵力的扩散,他的经脉在这一刹那充满了强劲,他的血液流转速度一下子暴增,他的心脏跳动让整个洞幅都颤抖,他的双眼在这一瞬,目然开合。 一道如同黑暗中的强光在这一刻从孟浩双目中迸发出来,那光芒刺目足以让一切灵气修饰,在看到后心神轰鸣修为逆转。 在他双眼睁开的刹那,这山谷内的灵气瞬间倒卷而来,仿佛孟浩的身体在这一刻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,吞噬四周的所有灵气。 使得这些灵气在这一刹那奇奇来临,从孟浩全身汗毛孔内不断的融入,凝聚到了他的倒台中,使得倒台金光越来越明亮,使得孟浩的气息在这一刻更为强大。 他的心脏跳动轰鸣,一股强大的感觉在孟浩心中滋生。 这一刻的他,仿佛抬手间就可以让这洞府崩溃,那是一种来自身体,来自心神,来自他修为的自信。 他脑海中的灵时,此刻更是快速地增长,尤其是经历了宁气大圆满灵时增长后。 此刻一跃爆发,直接超越了寻常的铸鸡初期修饰态度。 甚至可以说,这一刻孟浩身上的灵时根本就不是一个铸鸡初期可以拥有,这已经是铸鸡中期才可具备的灵时。 而灵时的强弱,是铸鸡修饰之间一切的根本。 随着孟浩的呼吸,四周轰鸣回荡,天际灵气的涌入,使得孟浩体内倒台金光更为强烈,使得他的身体也都成为了金色。 他仿佛看到了洞府外的天地,随之心神一动,方圆五百丈内的一切都映照在他的心底,如同亲眼看到,这就是灵时。 铸鸡修饰明显超出宁气的强大之处,灵时的范围若是寻常的铸鸡初期,最多二百丈。 铸鸡初期 孟浩缓缓缓开口,声音传出时,他的脸上露出神采,他的双目明亮,他深吸口气,感受到了体内来自道台的灵力之强,是半年前宁气十三层巅峰的近乎百倍之多。 百倍的差距,且不是其他修饰宁气九层的百倍,而是宁气十三层的百倍。 这对孟浩而言,就是一场质变的天翻地覆。 同样的,这也是一个铸鸡修饰可以横扫宁气的根本。 宁气的丹海,百次凝炼,方程铸鸡倒台,这是一次液化固的改变,也是一次量成质的飞跃。 随之而来的,便是实力的不可比较。 甚至随着孟浩的灵石散开,一种仿佛与这天地不相容的感觉,渐渐浮现在了孟浩的心底。 这种感觉他不陌生。 当年宁气十层时,就有这一类的感觉。 尤其是宁气十三层,这感觉更为强烈。 似乎在这一刻,天地不容修饰存在。 可在这不容的同时,孟浩却感受到了一股更为强烈的状态。 那是一种因天地不容,因万物排斥,从而出现的反弹。 天有多不容,这反弹就有多强烈。 这种反弹不是来自孟浩的内心,而是来自他的体内的倒台,来自他体内的灵力。 这种不容,孟浩深层次地去感受后,立刻找出了关键所在。 那就是天地灵力,在被孟浩吸入体内后,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外散,如同止进不出,使得他无法与天地形成循环,故而不容。 可同样的,因这种不外散丝毫,也使得孟浩在这一刻,似隐隐抓到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痕迹。 这些痕迹是无形的,但孟浩有种感觉,若自己能抓住,那么他的实力将会在这一刻更为强大。 因这痕迹是不容于天地的存在,也唯有不容于天地的修饰,才可以去摸索,才可以去感悟。 孟浩并不知晓,这种痕迹在修真界内被称之为道尽,每一个修饰在住基时都可以感受。 几乎在孟浩感受到这道尽的瞬间,忽然的,他的身体猛着一阵,体内的道台在这一刹那颤抖。 与此同时,一道裂缝在咔咔声中直接从他的道台上撕裂出现。 在这裂缝出现的刹那,孟浩喷出一口鲜血,被强行从这状态内打回。 紧接着,大量的灵气从那道台的裂缝上宣泄出来,容不得孟浩去阻止,便由他身体散出,重新回归了天地。 尽管这散出的灵气与孟浩吸收的相比并不多,可却因这灵气的散出,使得他的身体与天地形成了一个循环。 也正是在这一刻,孟浩那种似可以抓住那奇异痕迹的感觉彻底消失。 他不再是不容于天地,而是成为了天地的一部分,被接受了。 一阵相对的虚弱,浮现在孟浩的心底,他猛地抬头,目光似可以穿透着洞府,看到外面的天空,他的双眼露出前所未有的精芒。 这种感觉,如同是本属于自己的实力,被强行地削弱了一层。 孟浩明白,不仅是他如此,而是整个修真界,所有的修士都是如此。 这是无暇筑机,一道裂缝的无暇筑机。 相比于他人,孟浩这里还算是好的。 若是有缺筑机,将会被削弱得更为严重。 甚至如果是碎盘筑机,那么裂缝更多,会被削弱到极致。 只有出现了裂缝,不称完美,才可以被这天地接受。 孟浩沉默,但他的眼中却露出锐利之芒。 因倒台存在了裂缝,故而日后所修,无论到了什么程度,都是有进有出。 可这样的修行,是为自己而修,还是为这片所谓的天地而修呢? 孟浩沉默,这个问题对他而言,太深奥了。 这不是一个筑机修士可以去研究的问题。 而孟浩,是因学习了太灵精灵气卷,更因他掌握了完美筑机的方法,故而在他这里才会去思考,这应该是斩灵强者才能去研究的感悟。 在孟浩这里踏入筑机的一刻,外界是深夜,可在这山谷外,那七个修士却是全部都被这四周的灵气翻滚惊醒,纷纷走出,全部看向孟浩所在的山谷位置。 发生了何事?灵气为什么会全部涌向那里呢? 这七人沉吟中,一个个快速前行,试图去接近孟浩所在的山谷。 可他们只接近了一些,就不得不在山谷外停顿。 他们的身体颤抖,体内灵力似要不稳,仿佛要脱离身体一般,使得这七人骇然。 纷纷停下,茫然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对他们而言,筑机极为遥远,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,会有人在那山谷内筑机。 七人骇然,不敢靠近,在这山谷外凝聚到了一起,低声猜测,议论片刻。 最终认为,是山谷内的漩涡出现了一些异变,但因无法靠近,只能猜测,没有办法证实。 我感受到了,在那山谷内,迸发出的威压之强烈,超出我等太多太多。 蝉除老者深吸口气,双眼收缩,快速开口。 可惜此刻无法靠近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我有种一靠近,体内灵力就要散出的感觉啊。 这两年来,此地极为诡异,灵气减少,今日这里竟又如此。 七人相互看了看,都沉默下来,内心浮现各种猜测。 此时此刻,洞府内的孟浩缓缓地抬起头,他的目中露出执着之盲,若没有感受到完美助击也就罢了,可明明已感受到,但却被强行打落,这让孟浩对于完美助击的想法更为强烈。 完美助击。 灵气时,孟浩只能被动用此旗,而如今筑击,他也可以做到,将此旗略加祭脸。 神色露出满意,孟浩感受了一下自己此刻的不同,随后双目一闪。 凯灵精灵气卷,对于那些已助击的修饰而言,可开出第二丹湖。 在第二丹湖内,重修宁气到助击后,化作无瑕。 如此,如此就可改变自身原本助击品质。 这第二丹湖对我来说意义不大,可也应开出,以防日后不测。 孟浩双眼一闪,盘膝重新坐下,内心默念太灵精灵气卷。 几个时辰后,他双眼目然开合,体内又轰鸣回荡。 内视之下,顿时看到在体内的金色道台外,赫然又多出了一片额外的区域。 那里存在了一片金色的丹海,那里是属于他孟浩的第二丹海。 做完这些,孟浩右手抬起向前一指,立刻那洞府的大石轰的一声直接粉碎,化作飞灰散开。 孟浩一步迈去,整个人如一道长虹踏出洞府站在了半空。 他回头看了一眼洞府,眼中露出微笑。 方才那一指,换了宁气时,根本就无法一指碎裂。 可如今,只是轻描淡写,就轻易将其粉碎。 宁气与助脊之间,如天地之场。 此话果然正确。 而实际上,我本应更强大一些。 可却被凭空一刀,裂了倒台。 这是修士之命啊,不可逆反。 但我若能完美助脊,则有可能修复倒台。 但要炼制完美助脊丹,需具备一定的炼丹造诣。 只是,助脊后出现在我右手背上的是什么呢? 孟好低声自语,目光凝聚在右手上。 在那里有一个正慢慢淡去的印记。 这印记仿佛一个符文,不是存在于皮肤上,而是在血肉里。 甚至孟好看去时,他有种,此印记仿佛存在了很久很久之感。 此印,孟好第一次看到,也唯有注迹的那一瞬,不知为何才显露出来。 此刻正慢慢淡不可见。